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唯是一项排外的韩国从建立到现在唯一获得过此奖项的中国人 台上的落落大访和多道数不清的大奖 台下的多年坚守和背景离乡 虽然内宇带他不好 但他的获奖感言中还是说了中文 负责任的说汤唯的成功真的跟内宇没有一点关系 2007年金庸 倪匡 蔡兰兄弟三人还在镜头前聊电影 倪匡上来就直接问 看过了吗 看了 一回来就去看了 汤兰不紧不慢地说道 那几场戏呢 这是必然的问题 倪匡又追问 此时沉默很久的金庸说 我觉得拍得很好 倪匡大笑四声 蔡兰看到有得了 又问金庸 你认为汤唯美吗 美讲不上 是可爱的 你呢 金庸反问 蔡兰没有接金庸话 直接谈到尺度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三场戏已推到了极限 就算外国观众也看得瞠目结舌 是的 瞠目结舌 这是所有人对汤唯的初印象 很难想象 电影中会出现这样露骨 且直白的情欲戏码 以至于时至今日 提起汤唯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作品 依旧是色戒 因为这部电影 汤唯一夜成名 却一无所有 很少有人知道 这场闹剧的背后 刚刚毕业的汤唯 付出了多少 色戒是李安最喜欢的一部小说 也是他认为最厉害的一部 原著只有28页 作者张爱玲 却花了十年的时间打磨 2006年拍完《断背山》之后 李安又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有点担心 还又不想放弃 拿到本子之后 李安开始挑选演员 最难选的是女主角 因为尺度有些大 张子怡 刘亦飞都接洽过 但都因为尺度问题 躲得远远的 李安还找来了舒奇 但舒奇早些年 一脱成名之后 好不容易一件件 把衣服穿上 走上了正轨 自然也是不愿意 重蹈覆辙的 女主角一直定不下来 电影就没办法往后进行 5月 李安空出了档妻 到北京亲自面试 这一次 她的目标不得已 瞄准了刚毕业的新人 在一个契机下 她选中了汤维 李安说 我刚刚见到了真正的王家之 就是他了 被删减的那三场亲密戏 加起来不超过5分钟 梁朝伟 汤维 导演 灯光师 拍了整整七天七夜 在场几个大男人的心脏落在一起 也不如汤维的强大 电影上映之前 刘嘉玲脸都快绿了 假戏真做到这份上 也是娱乐圈头一份 无数场电影预售宣传会上 关于如何看待梁朝伟 在电影中的表现 真空上阵 假戏真做 这个问题 成了整个剧组 最大力宣传的地方 梁朝伟给过一个 很含糊的回答 当身体互相碰撞的时候 确实假戏真做 面对询问 李安也留足了神秘感 含糊其词地说了很多 疑似假戏真做的话 这个含糊其词 确实吵起了很高的热度 这一宣传手段 成功引起了关注 但那时候的汤薇 还不知道 这也间接断送了 自己的演艺生涯 男主角梁朝伟 当时粉丝基数 已经很多了 前男艺人的清白问题 本就不是敏感点 所以享受了流量之后 没有承担任何骂名 导演李安 将这部作品下架 表面上是在赔钱 实则一战成名后 将发行权 卖给意大利 日本 俄罗斯等国家 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一片讨伐声中 看似最沾光的汤薇 明面上广告身价 暴涨30倍 达到7位数 一步登天 起身一线女星行列 实则 背后只属于 他自己的狂风暴雨 正在酝酿 2008年3月3日 关于重申电影审查 标准的通知 文件落地 汤薇刚以600万代言的 化妆品广告 播出没几天 就纷纷撤下 不久后 南方都市报 刊载消息 汤薇消失 从一夜成名 到尺之以鼻 汤薇在短短时间内 感受到了事态炎凉 广告黄了 男友走了 全世界都怒目相向 可无论如何失落 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 他选择了去英国 继续学习 学习之余 他也从未闲着 做街头艺人 替路人画像 做羽毛球的兼职陪练 为自己赚足了生活费 两年后 当再有剧组 再找上他时 他已把自己 修炼得无坚不摧 凭着电影 《月满轩泥诗》 他正式回归 这部影片 汤薇又一鸣惊人 一剧提名了金马奖 金像奖的 双料影后提名 并拿下了 华语电影传媒 大奖的影后 但在整个影视圈 他总是不被尊重的 那一个 那些大制作 大投资 大手笔的剧 全部将他拒之门外 再加上时代变迁 30多女演员 在整个圈子的选择 越来越少 在这种 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汤薇出演的最好的角色 依旧还是王家志 但好在 他是聪明的 眼看国内行不通 便去往了韩国娱乐圈 在晚秋中 饰演女犯人安娜 并凭借该角色 成为韩国三大奖的历史上 首位获得最佳女主角的 外国女演员 那个在国内被贴上 狐狸精 花瓶的失败者 在其他地方 成了实打实的演技派 拍这部戏时 汤薇几乎是素颜出镜 两颊的斑点 以及深深的黑眼圈 在脸上清晰可见 他最值得 其他女明星学习的地方 就是这份人间清醒 和风淡云青 直到2009年 他重新回到了 大家的视野中 还凭借 《月满轩泥》《晚秋》等多部影片 拿下金马奖等多个奖项 再度付出的他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还被人称为文艺片女神 在视野逐渐回到巅峰时 爱情也悄然来临 他与韩国导演金泰勇 通过影片《晚秋》所熟识 郎才女貌的二人 很快便互生情愫 可担忧色界风波的汤薇 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 直到金泰勇 对他表明了心意 并且还表示 丝毫不介意他的过去时 二人便决定开始交往 在2014年的时候 交往有一年时间的二人 便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幸福的两人 还在他37岁的时候 迎来了家庭的第三个成员 一家三口可谓是幸福十足 有孩子后的他 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有忙于事业 心疼老婆的金泰勇 便对他说道 老婆 你好好忙事业 家里有我呢 丈夫的一戏话 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于是在去年的时候 略有名气的他 开始在各种活动中亮相 于是便有媒体采访他时 问道 请问您这次回国 准备待多久呢 您的丈夫和孩子回国了吗 他说道 这次回来还有一些活动 估计会待一段时间 我女儿没回来 由于并未回答 与自己丈夫的情况 因此媒体便开始报道 二人已经婚变的消息 为了赌注悠悠众口 他只得向媒体表明 自己与丈夫感情依旧 只是不想在公开场合谈及私事罢了 出道25年的他 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 但他并没有放弃 反而一直在努力着 今年更是凭借爱情片 分手的决心拿下多个奖项 7月份 他的巨幅广告 更是出现在了法国贾纳的街头 其实很早的时候 他在个人平台上 发过几张工作照 但很遗憾 他的热度在国内太低了 没人知道这部作品 拿下了本届贾纳场刊最高分 迎聘前来自全球的名导演 名演员们 为他响起了9分钟的掌声 分手的决心编剧说 如果不是汤维演 我写不出来剧本 分手的决心导演说 我是汤维的粉丝 众所周知 韩国人在审美上是很挑剔的 在人均建模脸的韩国 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然而排外的韩国人 对汤维却例外 在女明星清一色水光鸡的韩国 汤维却始终清汤寡水地出现 气定神贤 鹤立鸡群 而流利的英语 韩语和中文三语自由切换 出现在韩国颁奖典礼上 也让片外的他 更添几分知性魅力 在韩国人的眼中 汤维成为了一个形容词 当后背金之秀被说长得像汤维 他立即显示出开心 感觉得到了夸奖 当影帝刘亚人在台上提起汤维的名字 都觉得是自己的幸运 这一切都说明 韩国人爱惨了汤维 或许正因为韩国人太爱汤维 以至于当他们得知汤维 和晚秋导演金泰勇结婚时 认为南方是拯救了银河系 韩国人对汤维真的是真爱 一般外国明星来到韩国 不说韩语会被骂 而汤维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 始终说着中文 韩国人却表示 美女的是少管 她是中国人 说自己母语很正常啊 当汤维明确表达了自己中国人的立场 韩国人也异常宽容地说 她说得真好啊 没毛病 曾被封杀的她 如今终于逆风翻盘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